一年一度的阳明山花季10号正式展开 而阳明山公园内樱花 杜鹃以及海域 将会一连数月接力争宴 不过今年是受到了高危影响 花中前的广场上的樱花 目前并没有开出很多 要到2月底才会陆续开花 而另外根据往年经验 花季会涌入大量的车潮 交通局除了实施交通管制之外 也提醒民众可以多家利用花季专车 2017年阳明山花季已经开跑 今年因为气温影响 可以看到目前开花的状况还不是很多 估计要到2月底3月初 才会开出比较多樱花 零星的粉红色樱花点缀山头 阳明山公园的花中广场 还有前山公园一带 因为今年气温偏高 非寒英和吉野樱花矿不佳 预计2月底3月初才开花 昭和英和八重英也要在3月初 至3月下旬才会接续开花 不过已经有许多民众迫不及待 上山先堵为快 目前应该没有说 好啊就是比往年来讲的话 应该都开得比较慢 想说正好趁这几天天气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时候 出来逛逛走一走 虽然现在二月中樱花还不是很多 不过上山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杜鹃花 阳明山花季期间官方也安排许多活动 上市在228连假举行的赏花野餐会 还有3月4日的采接大游行 闭幕当天的山谷音乐会等等 要让民众边赏花边感受阳明山魅力 刚上来的话交通还顺畅吗 没有很塞啊就很快就上来 我们搭计程车 今天看不到东西可能下一次会看到吧 看比较多 看樱花是一个心愿啊 是啊 就想看满山樱花的那种景色 根据往年经历 阳明山花季都会涌入大量车潮 所以交通局从2月11号到3月19号 花季期间内的例假日对养德大道交管 上山管制点在附近桥头 至上路二段一巷口 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 下山管制点则在阳明路一段是三巷口 从下午两点到六点 北市府停管处也提醒上山停车会有限 可以多多搭乘交通运输工具 或是在捷运北车 士林 建坛等站 都有花季专车 民众可以多多利用 接着陈入陈婷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